花木创作的长天都市言情小说剧 九十九亿闪婚 豪门总裁夜夜忙 第704集 宋卿城扔完垃圾折回来 又看了眼房间里的孩子 小包子已经将床上收拾干净 这会儿正努力地将一个大箱子挪到边上去 那绝着小屁股的样子可爱得不得了 你儿子好像需要帮忙 宋卿城跟季正廷说道 下巴朝房间里比划了一下 闻言 季正廷朝房间里走过去 看到小包子埋头在推一个大箱子 撅着小屁股 吃奶的力气都使出来了 他走进去 抬脚在小包子的屁股上踢了一下 屁股 小包子捂着小屁股转过身来 看到是宋把鼻干的坏事 他鼓着包子脸说 宋把鼻 你很调皮 小心妈咪收拾你哦 很乐意被收拾 大总裁欠扁地说道 宋卿城揽得理他们父子俩 继续收拾自己的东西 小包子和宋把鼻在床上玩耍 一点都没有要帮宋妈咪的意思 不过 当小包子看到一个东西 双眸蹭得一亮 趁着宋妈咪没有注意的时候 小包子滑下床 将那个盒子给偷了过来 宋卿 妈咪这里藏着宝贝啊 小包子神秘兮兮地说道 嗯 什么宝贝 季正廷靠在床头 赖了眼小包子手里的东西 我拿给宋卿看看 小包子将盒子打开 从里面将两张红纸拿出来 季正廷原本兴致缺缺 但是目光无意间一瞥 便顿了顿 看到小包子手里的红纸 他眸色眯了一下 脑海里仿佛一下子 就回到了四年前 在集市上的热闹一幕 小孩居然一直把这个带着 而且还当宝贝一样收着 足以证明 他的小孩这些年 也一直没有忘记过他 爸比 你认不认识这上面是什么字 小包子将自己不认识 上面字的那张纸 拿过来问他 何止是认识 这字还是出自他老爸的亲笔 你认识吗 小包子苦恼地猝着小眉头 妈咪只教我念上面这一句 但是他不肯教我念下面这一句 上面这句话写的什么 一花 一世界 小包子点着上面的字 一字一字地念着 臭小子 居然真能认识 小包子没等到他的话 又着急地问道 爸比 那这个呢 到底念什么吗 妈咪说是秘密 可是 这秘密就不止两个字 小包子点着上面的几个字 怎么数 也不是两个字呢 纪正廷被小包子弄得哭笑不得 他妈妈只是说 这东西是秘密 而小包子显然是理解成 上面的字是秘密 还真不愧是他儿子 总是那么善于理解 纪正廷看着上面 一记一清晨几个字 脑海里突然蹦出一句话 一是一双人 小包子信了 小手点着纸上的字 一字一字地念叨 哦 一是一双人 字数果然是正好 把比太厉害了 小包子 崇拜地给宋把比一个吻 晚上 纪正廷下班后 直接从公寓这边 接他们母子俩 去鸡家老别墅那边 小包子听说要见到太爷爷了 兴奋得不得了 一路上都在问东问西 问得宋清晨都懒得搭理他了 事实上 宋清晨是心里有点开始紧张了 毕竟离开了这么久 以往的恩恩怨怨 错错对对 真的都可以彻底释怀了吗 内心 真的能做到抹去曾经的种种 重新开始吗 他自己和纪正廷 他倒是不担心 两个人经历了那么多 好不容易走到一起 彼此对各自的感情 已经在心底根深蒂固了 他担心的是三位老人 总是没有信心让他们 能全心全意地接受自己 原谅自己的种种 车子很快就在纪家门口停了下来 这里还和以前一样 没有太大的变化 甚至连港厅里的面孔 好像还是熟悉的 从车上下来的那一刻 仿佛又回到了四年前 熟悉感 扑面而来 哎哟 我的大孙子 继母知道是他们到家了 这会儿看到小包子 那是一个热乎 奶奶 小包子也会来世 看到继母就跑了过去 哎 哎哟 奶奶这一颗心啊 都被你这声奶奶叫得酥话了 酥话了可不行 酥话了就成了饼干了 小包子一本震惊地说道 其实小包子说的是 微话饼干 他记错了 记成了酥话饼干 继母眨眨眼 这根本就对不胜后呀 索性就扯得差不多的 大孙子是不是想吃饼干了 小包子嫌弃的摆摆手 说道 我不爱吃饼干 饼干都是小妹妹吃的 还有这种说法 继母继续问道 那大孙子喜欢吃什么 我喜欢吃 棒棒糖 巧克力 薯条 鸡腿 提到吃的 小包子 小包子滔滔不绝 继母跟着掰手指数着 结果 十个手指头数完之后 小包子还在滔滔不绝 继母只好掰着手指 重头再数 行了 不准要求那么多 宋清晨打断了小包子的滔滔不绝 还嫌弃饼干是人家小妹妹吃的 她倒好 一下子抱了十几个爱吃的出来 亏她好意思 跟她老爸一样 没皮没脸 继母牵着孩子的手回屋 一边走 一边跟孩子说话 祖孙俩像是有说不完的话似的 也幸好小包子说话早 口指清晰 这会儿 基本上都能硬上来 是不是我的大虫孙来了 老太太正在厨房里忙活着什么 听到小包子的声音 连手都来不及洗 就跑了出来 太奶奶 小包子跑上去 抱着太奶奶撒娇 哎哟 我的大虫孙啊 这声音可真好听 太奶奶 你手上这都是什么呀 我怎么闻着这么香啊 小包子的鼻子淋得很 特别是对吃的 小鼻子嗅了嗅 便知道老太太这会儿 肯定是在做好吃的 可不是很香 太奶奶啊 正在给你做糖葫芦吃呢 老太太手上的味道是芝麻的味道 当然是很香 好 我要吃糖葫芦 小包子开心地直跳 小剧场 继承同学一年级的时候 老师在讲台上教同学们人字的写法 同学们 有人会写人字吗 继承同学纸飞机折好之后 刚好听到了老师的话 便自高奋勇地站了起来 说他会 继承同学 你说你会写人字 平时只会调皮捣蛋的人 居然说会写字 老师表示深度怀疑 继承同学大喇喇地走上讲台 拿了一支粉笔 在黑板上写了一个成字 因为不太熟练 土字和成字已经分家了 不过继承同学还是很有自信的 毕竟 这个人字 笔画真的有点多 老师推了推 鼻梁上的黑矿眼镜 凑近看了看黑板上的字 又对继承同学问道 继承同学 你写的这个是土成 还是单独的一个成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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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是 继承同学 竖着一根食指摆了摆 继续说道 我这个才是人 老师不是人 唐夏一阵轰然大笑 老师气得两根胡子飞起 不不不 我不是说老师不是人 我是说老师这个人不是人 继承同学意识到自己口误 连忙解释 我就是想说老师这个人有问题 这件事告诉我们 娃娃的教育要从小抓起 窗戌一阵塑 symbol